这一天 江陵府的轿场上 总督月社进行完毕 两江总督马新仪 先行由剑道步行回府 突然 有人高呼大帅深渊 拦住了马新仪的去路 马新仪当即停了下来 准备盘问究竟 就在此时 意外猝不及防发生了 事情发生太过忽然 马新仪的护卫们 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马新仪突倒在地 护卫才从惊慌中缓过时来 上前夺过刺客手中的短刀 将刺客拥有终 将刺客拥有终 两江总督威震一方的丰江大力 竟然与光天化日 众目魁魁之下 欲赐身亡 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 一世间 一世间举国侧目 朝野震荡 江臣人人自危 刺客到底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能借入戒备森严的剑道 又如何能一击而中 一连串疑问困惑的所有人 然而这一切始终没有答案 重处压力之下 慈禧太后下令刑部尚书郑敦锦 前往江宁赴审赐马案 审讯将持不下 郑敦锦决定重新探访刺客张问祥家 以获得新的线索 munio car 林档这个意外的发现 让郑敦锦越发相信 张温祥为个人恩怨刺杀马信仪的说法 根本不足为信 这绝对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张温祥在刺杀现场的嚣张言语 是何用意 孙一言所说的背后主谋究竟是谁 这个对手又是何等可怕 能让生性好强的马信仪 在临终前一再叮嘱家人 放弃追查凶手 忍气吞声 以求自保 郑敦锦的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这是他早有隐约感觉 却始终没有勇气 说出的秘密 两年前 马信仪接替曾国藩 调任两江总督 朝野震惊 制衡湘军 削减军饷 马信仪与湘军结怨极深 由此引来杀鸡 极有可能 然而 马信仪毕竟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 刺杀他所冒的风险 绝非一般 已被裁撤解散的乡军中 又有什么人 能有如此缜密的心思 和惊人的胆量 来执行刺马计划 面对悬而未决的刺马一案 朝中重臣公然上奏 直接指出 总督马信仪被刺 与江苏巡抚丁日昌 两个人之间是有些矛盾 这个矛盾呢 主要就是丁日昌的儿子 还有他的侄子 犯了事以后 丁日昌 把他藏在自己 摸在自己的家里 实际上是不让 地方当局去法办 去抓获他去法办的 对这个问题来讲 马信仪的态度 是比较坚决的 就是该法办要法办 你必须要投案自首 丁日昌之子始终不肯归案 马信仪便上奏朝廷 请求严惩 就在等待朝廷回复之时 马信仪遇刺 最令人起疑的是 赤马案发生前夕 本应参加粤社的丁日昌 在接到一封密令之后 离开苏州赶赴天津 赤马案发生的前一天 接到密令的丁日昌 如期抵达天津 与曾国藩密谈两久 正是这一天 江宁大雨 马信仪跃射 未能成形 第二天 身在江宁的马信仪 被张问祥刺杀 而在天津 曾国藩正赶去回访丁日昌 两人秘密交谈了近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